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台北市政府公布了今年的佛跳墙指数 价格比去年上涨了3.75个百分点 而上涨比较多的是栗子和花菇 佛跳墙常用的排骨则是今年呢用这个猪脚来取代了 各大卖场今年则是依旧以量制价 佛跳墙的买计也比去年上扬了3到4成 主计处公布去年全年物价年增率是0.79% 但是过年必吃的佛跳墙却上涨了3.75% 这是台北市政府公布的数字 尤其佛跳墙的食材上涨最多的是栗子涨了两成 花菇上涨14.2% 笋肝猪脚芋头都涨 乌森下跌 排骨是今年用猪脚 其实猪脚跟排骨的这个价差其实是应该是差不了多少 那鱼皮呢 鱼皮啦鱼皮 鸡翅其实鸡翅没有长了 我们其实有做调查 第一次是反而没有长 海鲜内的部分如果是一些水产 它的这个整体的涨幅大概有一到两成 量饭店的佛跳墙已量制价 大润发的佛跳墙从109块起跳到2000块 爱买199到4000多块钱 加了幅158到1888元 消费者在购买时要注意 馅料和去年有一些不同 我们去年同期的这个时间比 我已经成长了超过三到四成以上 也就是物价上涨 民众不是很在乎 1月18、19、6日两天 台北市花博、圆山圆区和建国假日花市 北市民众可以买到便宜的甘蓝 包心菜、萝卜和大芥菜